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看我light也发比较少 因为要成本 我也没必要花那么多成本 反正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 对不对 我们就祝福 就像说你说 真的啦 这个盘也蛮有趣的 有趣在哪里 有趣在说 今天我有一个会员嘛 就是用light问我 就跟我讲 老师 这个老师看台积电看到300多块 看台积电看到300多块 好吧 那台积电300多块 对不对 台积电300多块在哪里 在这边 在这边 对不对 台积电如果300多块 300多块 好久了 台积电如果315啦 台积电315在这边 对不对 那台北股市要跌到哪里 我欢迎台北股市的圈子 要跌到11511点 你认为可能吗 有趣啦 反正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 那当然 就像这几天嘛 我说嘛 很多放空的老师生意很好 为什么 因为投资人怕了 投资人怕了 所以放空的老师生意很好 但是以我的经验啦 当放空的老师生意很好的时候 就是底部进了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大盘就开始反弹了嘛 那所以每次都这样啦 其实你说股市它这个循环 涨涨跌跌 那当然利多的时候 到爆量的时候 报纸新闻每天讲的时候 每个投资人都很关心这档股票的时候 那请你不要买 但是呢 当大家恐慌的时候 融资追缴令出来 融资断头的时候 法人停损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低点 这个屡试不爽 真的屡试不爽 所以操作股票有时候 你要去逆向思考 你要去逆向思考 那唯一不变的就是产业啦 就是这家公司的未来 如果说这家公司够好 你说要涨到哪里 不要去预设天花板 那如果说这家公司很烂 说真的可能会下市吧 或者被人家借壳上市 有时候被借壳上市也不一定不好 你看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档股票叫什么 你知道吗 这档股票叫什么 以前叫基因 以前叫基因国际 以前叫基因国际 有被借过一次 那时候一块多 涨到多少 你知道吗 涨到180块 一块多涨到180块 他有被借过一次 后来又被借一次 被借壳上市 那时候从26块 沿路涨到212块 如果说你在台北股市够久的话 这一段应该是什么 你知道吗 应该是什么 这段是这个东西 这段是这个东西 胖达人 小S公公他们开的面包店 胖达人 那时候炒的也是很凶 那时候胖达人生意很好 后来就是被踢爆 用不是天然的香料 后来就崩盘了 200多块 崩到23块 这几年都很惨 对不对 但是从7年开始 这段股票又动了 又从你看 又从 这边你看 最近 对不对 从7年开始 又从18块涨到55块 18块涨到55块 这也不 这也涨了将近三倍吧 对不对 涨了将近三倍 为什么 好像又被别的借 借壳上是借走了 又被人家买走了 引进台亚工 药用植物照明 就是可能台亚就是以前的光磊 他要做那个 现在很多种蔬菜的 也是用LED灯在叫明嘛 你看 变丝目 被丝目被吃掉 台亚成为星宝第二大股东 所以你看到 这被借壳了 你看 涨了三倍 涨了三倍 所以你说 我常讲股票来来回回 那当然你买对的公司 你常见很有爆发力 很好的公司 那如果说真的中奖的话 真的中奖的话 你会很爽 会爽到你不敢相信 对不对 你看 同样的台积电 同样的台积电 来 有人买台积电 有人买彩晶 下场不一样 同样的钱 你同样的100万 你那时候买彩晶 对不对 放到现在好了 现在剩多少 一样差不多 上市的时候 对不对 上市的时候9块钱 对不对 那时候90年的时候9块钱 如果你放到现在 还是9块钱 你的100万还好 还是100万 OK 彩晶还没让你赔太多 虽然面板的产业波动很大 但是交加的 怎么讲 算是经营能力还不错 还可以啦 没有说让你赔太多 但是如果你是买友达 友达 上市的时候 大概 好了 我们算收盘好了 收盘46块 不要算高点 高点75块 民国89年 那时候面板也是很凶 那时候我们都有做面板 做群创 那时候群创好像涨100多块 好 这么多人下来 那时候你买46块 现在多少 38块 还好 还好 也没有赔多少 但是是赔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钱放在2330台积电 对不对 我想是不一样的 83年收到171 现在还原钱值 12534 差不多100倍 就是你的100万 对不对 可能就变成1亿 快1亿嘛 对不对 快1亿嘛 所以 真的啦 你说真的 选对股票 选对产业差很多 你看大力光也是一样 对不对 民国91年收到291嘛 你还原钱值好了 现在大力光虽然跌很惨啦 但是 也有快10倍了 也有快10倍了 所以 买股票我常讲你要买在小时候 你买一个新的产业 你买在小时候 虽然说 大力光也有很波动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这时候大力光 我们不要还原钱值 我们就这样就好了 91年 上市那个月收291 后来呢 涨到372 对不对 后来又跌到166 后来又涨到694 后来又跌到多少 194 694跌到695 跌到195 695跌到195 很惨了 对不对 这一段也很惨 对不对 后来又涨到1000多 大家都以为要紧绷了 对不对 大力光紧绷了嘛 1000多的股票呢 对不对 然后后来真的跌到500 1000又跌到500 如果你那时候买到1000 卖在500 你就错失了这段涨到6000的过程 错失了这段涨到6000的过程 你买1000你还可以赚6倍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买500呢 赚12倍 所以你说真的哪一个 当一个产业在起飞的时候 那个当这家公司够好的时候 真的 它会涨到你不敢相信 会涨到你不敢相信 你不要 小时候的波动 它不是波动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嘛 你好 我们现在我们讲难听一点嘛 就算大力光现在跌到1500啦 对不对 你以前 当它小时候买的时候的 根本就不算什么成本好不好 对不对 我问你 你那时候买在291的 你还原全值 对不对 你现在呢 3817啊 10倍啊 你那时候买在1000的 对不对 这边 这边是1000嘛 对不对 民国100年大力光收在970嘛 1000块 好 你还原全值放到现在好了 放到现在 对不对 我们笨一点嘛 我们没有卖在6000嘛 你放到现在有2300啊 也是两倍啊 也是两倍啊 我说我喜欢用这台电脑 是为什么 这台电脑可以还原全值 就是它可以把配股配息 全部都给你 一次把你算回去 对不对 这个 一档股票的造妖镜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这家公司的 营收的成长的状况 它的生命的周期的状况 当你是小时候的时候 虽然股价也会波动 但是呢 你不用去刻意的管它 等到它真正的爆发的时候 过去的波动不算波动啊 你这边 这边算什么波动 这边就是对对800 跌到500 然后又怎么样 你后来涨到6000耶 对不对 这才是大鱼的时候啊 这才是大鱼的时候啊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 其实你还是要看产业啦 不要管那些政客在说什么 政客反正都是为了选票嘛 对不对 你看这次 昨天美国股市为什么会涨 除了说好像Meta的财报不错以外 苹果要买库长股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嘛 美国的GDP嘛 GDP 意外的下降嘛 第一季的GDP 意外的下降 好啊 大家就要看啊 你美国经济也没有成 没什么成长啊 你要升息吗 你废的继续放音嘛 无所谓嘛 反正我们看你们怎么玩嘛 结果呢 美国股市就涨了 对不对 就像说你说 今天大陆股市为什么会涨 大陆股市今天拉很凶啊 对不对 一点过后拉很凶啊 为什么 好像传出说习近平嘛 要调降证券的一个 应该是交易税还是手续费 我这个不知道啦 调降手续费 欸 陆股急拉啦 拉了2%多啦 港股也急拉嘛 对不对 港股也急拉 有没有 拉了4%欸 拉了4%欸 这不是股票喔 这是指数喔 所以你说真的 一个政府啦 我常讲啦 不管民主社会 或极权社会啦 都一样啦 你真的要关心的是 人民的生活 对不对 真的要关心人民的生活嘛 你说 现在台湾疫情那么严 你说 对 就是得 中标的越来越多嘛 欸 你超前部署 你每次说超前部署 快筛剂也没有啦 口服药也不够啦 儿童疫苗也没有先准备啦 真的搞不懂 对不对 每次都说超前部署 要选举的每个都 都在那边做秀嘛 所以很烦啊 那我们自己顾好自己 我说我们常常都说 自己顾好自己嘛 对不对 你真的你 你看到其实你自己去 我们在台北 你自己去逛街 士林夜市 东区 西门町 很多地方 那个 店都倒了一屁股啦 店都倒一屁股啊 我们的政府还是说 经济很好啊 对不对 没办法 您算耶 我没有选喔 您算耶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我们缴税到底要干嘛 有时候觉得说真的 你至少也看一看 至少习近平他也看得到说 对不对 他们的经济现在不好 其实你说大陆喔 人家年轻人的薪水 真的比我们高耶 那台湾真的只剩下酸民 这样我常跟你讲嘛 我上次认识一个大陆的年轻人 那个年薪 30岁年薪是500万 真的 你说现在台湾人怎么比啊 真的很难比了啦 所以真的 人家有那个市场 就像说这次的合一 对不对 你说真的啦 大陆的要证 有拖了 那我们只能祝福嘛 赶快上市嘛 对不对 那没办法啦 真的没办法嘛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我一直跟你讲说 真的不是说 要什么200天嘛 你看很多 113天就出关了 133天就出关了 这是网路 昨天我会员传给我的 我把它截下来 感谢那个三狗大做的 蛮好的一个图表 对不对 其实真的 规定是规定啦 但是 真的嘛 你说113天就出关了 所以你说真的 要快很快啦 为什么我们要重压 你看这个 同样的 对不对 110年3月12号 进入中心 对不对 好这个 110年3月10号进入中心 这两个一样嘛 对不对 合一跟什么 书下解育除帆胶囊 这应该是抗忧郁药吧 解育除帆胶囊 蛮好听的名字 蛮厉害的 同样时间出关 对不对 他什么时候拿到药证 对不对 去年啊 去年12月14 他3月10号进去 他3月12号进去 但是人家去年就拿到了 人家去年12月14号就拿到了 这个比合一更晚 对不对 110年4月10号进去了 111年1月10号就拿到药证 今年1月10号就拿到药证 真的 合一的公司也很辛苦啦 有时候 大家说啊 老师 对不对 你看到网路讨论区很多人在骂合一 对不对 公司都延迟啊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用去骂啦 我觉得投资股票 尤其新药股 真的 这个时间人家在审批 不是我们决定的嘛 不是合一能决定的嘛 我们当然就是祝福啊 那当然你说这边会多快 不知道啊 你看像这个就 对不对 27加43 也70天嘛 对不对 这个58天嘛 可能就两个月吧 如果快一点两个月吧 大陆药证呢 这个机会应该是蛮大的 我们就祝福啊 两个月嘛 但是呢 你要想 到时候真的 这个大陆的市场 真的是很迷人啊 大陆的市场 而且糖尿病的人口 真的蛮多的 那合一的药 应该也是真的不错啦 应该也是真的不错 因为 蛮难做的嘛 你看全球这么多年 唯一能够通过 三期DFU 对不对 的一个治疗用药 就是ON101而已 唯一的 这么多年 全球这么多年 就只有ON101而已 这个也不是话虎烂的 那 这么大的市场 这么大的商机 我们当然值得期待 虽然 时间久了一点 真的时间 比预期久了很多 但是 没办法 我们都要去接受 就像说你说今天 他说月底嘛 FB825要解盲嘛 对不对 FB825要解盲 那我们就看嘛 据我所知 应该是蛮顺利的啦 我只能这样说啦 据我所知是蛮顺利的啦 因为毕竟 2A的东西不难嘛 2A的东西 不会说很难啦 你说像这个 对不对 2A的东西呢 2A的东西 基本上 2A这个东西我放在哪里呢 2A它把它设计成 对不对 2期它把它分成2A跟2B啦 那所以呢 对不对 所以尽量降低呢 这个没有解盲的风险 尽量降低没有解盲的风险 所以 基本上啦 这个东西呢 我是觉得蛮顺利的啦 据我所知啦 这蛮顺利的 那当然如果2A做完了 他就有钱可以拿咯 有钱可以拿咯 那合一也不会那么可怜的 可能今年就会赚钱了 对不对 有不错的权利进入这样嘛 因为中期的好像 它total的5.3亿美金嘛 100多亿台币嘛 中期的肉好像也不少了 肉也不少 所以这个东西 这几天嘛 应该今天29号的 明天30号 我们这两天就等等看吧 反正在廉价期间就等等看嘛 大家就来祝福合一嘛 好不好 那因为毕竟啦 新药是个很困难的过程 但是新药也是很可爱的 怎么讲 一种股票嘛 新药股其实真的是很可爱 为什么有时候 从十几年前我就喜欢做中天 为什么 因为新药股真的有时候很可爱嘛 你说真的 中道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合一 那时候只有中天而已 我常常讲 那时候只有中天而已 你只要10块钱买中天 有时候涨到60块 对不对 有时候涨到七八十块 那时候60 反正真的很好玩 以前就是这样 你只要10块钱买它 你就是好几倍 好几倍 好几倍 有时候动一下嘛 对不对 真的 你真的大爆发了 那就不一样了 可能 对不对 你看像药华药 对不对 拿到美国药症 就给你飞到天上去了 就给你飞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这边呢 四倍了 一个月的时间四倍了 四倍了 那你说药花要结束了 我也跟你讲 对不对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了 好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所以 你说合一 有没有比价的效应 对不对 就像你说 这个6617也是一样嘛 是不是 现在 今天有涨 今天有涨 现在260四 他也在等 他也在等 对不对 好像听说草场过 我不知道啦 我不熟啦 但是我只知道啦 这边是 有人卖光光啦 被大鱼吃掉了 只有涨到呢 对不对 200多块了 所以 看你自己选择啦 我常讲 其实做生技股就是这样 看你自己选择 那当然合一很透明 大部分人你去QA 他都会回你 很认真 对不对 这个公司真的还蛮认真的 路口名也是企图心很大 绝对他都是想做大 对不对 要不然为什么搞MSCI 搞GDR 他就是想做大 那这东西 他就才自己盖药厂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当然 他都是往好的方向在走 那我想 你说到大陆药镇 到了这个阶段 这真的机会很大嘛 美国的衣裁也是一样啊 叫你补件 五月底之前 他们也要 送补件资料了 那当然也是机会很大 六月 再来一个月的时间 诶 也可能要有结果咯 是不是 所以 真的啦 你说真的 拖了久了 大家都很无奈 大家都很苦 但是我说 不要失去希望 因为毕竟你说 大陆药镇过了 你也买不到了啦 我讲南天你买不到了 对不对 如果是压得越久 涨上去更凶啦 你根本买不到 你看药啊 要这样子喷 你买得到喔 你要买到的时候呢 至少也五六根涨停板以后了啦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买到的时候多少 那时候 一公布108 我记得那一天吧 好像是盘肉公布 我不太记得 我不熟啦 后来一二三四五六 对不对 六根你还不敢去追 爆量你还不敢去追 后来呢再涨 对不对 再涨多少根 所以为什么你说 真的这种东西 药症什么时候要过 你没有办法去决定 但是你相信它 你有这个期待 所以照 以科学数据来讲 它也是 对不对 非常机会很大的 很容易成功的 那 我们就祝福 我们就期待嘛 对不对 要不然你过了你买不到啦 对不对 你根本买不到 你看这个喷几根 到后面你也不用追了啦 我说那时候我得到 听到故事的时候 也是两百多的啦 两百四吧 两百四 两百四十几块吧 对不对 我说你那时候可以买 但是你说这边三百块 你叫我说 要带会员去买 我也 真的啦 我也会怕怕 因为已经涨到三百块了 我跟他又不熟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 股票就是这样 至少说 何宜现在是压的 真的是压的 大家都看得出来 压的是蛮过分的 那你说外资啦 真外资假外资都有啦 真的真外资假外资都有 这批人到底是哪方的神圣 我是略有耳闻啊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有人说 有人之前就 那时候前几天他就说了嘛 所以我也是把我得到的资金 所以我也是把我得到的资金 跟大家分享 好像也是这样 但是也不一定啊 但是也不一定啊 我们希望是对不对 外资因为 国际盘不好 所以他们要见空 他们要来做避险 就是这样 我希望他们的动机是这样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 OK的 很正常的 OK的 但是其实你说 就像旺宏好了 旺宏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旺宏这边 去年嘛 去年 去年十月吧 好像十月这边嘛 去年十月 八九月十月吧 那时候 旺宏跌到二十几块嘛 好像 也是啊 就是听说啦 那时候外资的借鉴也很多啦 外资借鉴也很多啦 那时候空旺宏嘛 空什么 滑邦电空联电嘛 他们外资就是要把它打下来嘛 后来就被文明球拉起来嘛 那时候我也跟你讲 对不对 no flash 我看好 在这边就不用杀低 对不对 那时候联电也是一样 那时候联电外资 也是空很多 那时候外资也是空很多 在这边也是空很多 我记得去年吧 去年在这边吧 五月的时候外资也空很多 后来也是被拉了起来 所以你自己可以去看那个 借鉴表啦 很多其实有时候 是外资在搞的 那到底是真外资 还是假外资 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你每次看外资的进出 很多大户也是用外资的户头在买卖 这种都是比较假 投信就没办法做假 所以有些人会看说 投信买什么就跟着买 也是ok 但是投信也是有一些鬼啦 我也不方便说啦 因为这种筹码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台北股市就是太多鬼嘛 哪有法度 对不 但是我们就是相信公司啦 你就是投资对的公司啦 投资对的公司 就是说 我昨天跟你讲嘛 智勤 对不对 有没有 去年也被 好啦 真的很倒霉啦 被 被删掉MSCI 去年11月嘛 MSCI被剔除嘛 11月30号生效那天嘛 对不对 这一天嘛 11月30号生效那天 然后呢 哎 他就杀在最低点了 对不对 57块涨到104块一倍啊 那智勤现在呢 拿到大陆要证也在等嘛 也在等他的未来的营收嘛 对不对 看起来也是没结束吧 所以你说MSCI有时候 唉 是助力啦 但是有时候有短线的阻力啦 对不对 外资倒股票是杀人不眨眼的 对不对 外资倒台积电也是 毛起来倒嘛 对不对 但是你说 我常讲嘛 你说台积电跌到这边 真的啦 你跌到这边就已经很夸张了 对不对 你又多跌了这一段 当然这一段就是 你的黄金时刻了 这一段就是你黄金时刻嘛 你看联电已经 已经把多跌这一段 有没有 这礼拜多跌这段把它吃回来了 有没有 你把联电打出来 他这礼拜多跌被他吃回来了 两天就吃回来了耶 对不对 这边我也认为是多跌 我认为联电有机会 至少来到差不多这边吧 但是 以后如果来到这边 你就要再说了啦 我只能这样讲 反正我已经救过一次了 对不对 你说台积电 当然啦 台积电你说来到这边 年龄都在这边 年龄都在这边 现在都在这边 台积电当然 下礼拜就看这边啊 下下礼拜 我们如果强一点 对不对 至少你说六百块以下 真的不贵啦 你短线上六百块以下的台积电 真的不贵啦 三星的良率那么差 台积电那么多客户捧的现金给他 对不对 台积电概念股会更好 所以这边呢 台积电动起来 那当然 对不对 这个大盘也不用害怕 你说 外资要不要继续卖合一 我不知道 你说大一要不要跟外资对尬 我们就等 那当然先等FP825啦 对不对 就这两天嘛 公司说月底嘛 那我们这两天 我们就祝福一下合一好不好 长线绝对没有结束啦 真的 那讲难听一点啦 你说大陆的药证 美国的义材 好啦 真的大陆有拖到 没关系 没办法 我们真的要尊重 对不对 但是呢 拖到你说剩下也没多久了吧 也没多久了吧 对不对 这个 对不对 两个月到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嘛 三个月之内嘛 人家做了那么多年的药 你现在好啦 已经撑到这边了 两个月到三个月你要不要等 你要不要等 等对了 你可能是 这应该不是蹦蹦蹦的 如果以現在的股價這樣壓 對不對 講談電影 這邊不是蹦蹦蹦的啦 我覺得這邊是啵啵啵啵啵啵的啦 如果又是美國議財又灌進去 要怕死人 對不對 你現在壓成這樣了嘛 到時候一定是啵啵啵啵啵啵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不用去管人家放空 也不用管人家笑你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投資什麼 對不對 合一很爛嗎 對不對 合一現在是小時候 等他長大了 他當然會讓你很開心嘛 對不對 現在這種營收 笑都笑死人了 八百萬的營收一個月 對不對 大力光多少 喔 百萬千萬億十億 三十億耶 對不對 玉金光呢 一十億 喔 一個月十幾億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說他們都是從無到有嘛 你說玉金光對不對 也是啊 也是很邀的股票啊 他也有四十幾塊過啊 我那時候還聽說一個朋友的老闆 買了上萬張 還是幾千張的玉金光啊 放了很久 放了很久 好像是前年的事情 應該是前年的事情 真的這故事也是蠻有趣的 好像是前年的事情 放了蠻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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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有一天啊 突然有一天 對對對對 應該是這邊吧 107 不是107年 不是107年 好久好久 這邊 應該是108年 可能放了好久 好像有一天是漲停板 突然它有一天漲停板 對對對 這邊啦 對那邊 那邊 我那時候聽到一個朋友講 真的喔 這邊放了很久喔 玉金光買了很多喔 五十幾塊買了很多玉金光喔 放了很久 因為主力大戶 有些有錢人 他們買股票是放很久的 他們不會在乎短線的波動 因為他們有錢 結果呢 第一根漲停板 都出光了 你看這個大量 有時候 很多都出光了 喔 才沒多久 漲了兩三根就出光了 後來你看 你如果出在五十幾塊 那一次漲到五百多塊 那一次漲到五百多塊 你知道嗎 哪一次五百多塊 很有趣啦 我聽說什麼故事 你知道 台北股市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不會騙你啦 放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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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漲 拉上去之後都出光光 對不對 就像藥華藥嘛 我也聽過嘛 對不對 有幾個朋友就是這樣嘛 他們也是 有得到資訊 買在這裡 而且漲了幾根就出掉了 有人這樣啊 對 那就沒命嘛 就是沒那個命嘛 你說合一啦 對不對 至少啦 你也看一下 中國大陸藥證嘛 對了 至少也看一下 美國藝材嘛 對不對 歐盟的藝材嘛 接下來全球的授錢金嘛 這幾個都是 人家做了那麼多年了 都快開花結果了 你不看一下嗎 對不對 抱怨 每個人都會抱怨 但是 其實股票就是這樣嘛 它不動的時候你也沒它辦法 但是等它要動的時候呢 你沒有的時候呢 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換個角度想 連假的時候好好的休息 那當然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來電 然後呢 要跟我們一起操作的也歡迎你 加入我們的行列 祝各位操作順利 好 下週再見 拜拜